如果仅仅单单只是直播 其实一切并没有这么复杂 只是一旦有了利益 一旦有了资本建入以后 所有的事情 就变成一场能性的博弈了 网传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了 有人说 京东的能力资源部的副总裁都去陕西了 看样子是想挖小董同学了 也有人说 小董的违约金是5个亿 支付了5个亿 小董就解套了 那传说非常多 东方正眼跟董尹辉 其实从定位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是主品牌 一个是副品牌 有点相当于说 奔驰下面的C系 E系 宝马下面的X系 宗宇辉并不是一个 公权独立的叫子品牌 我们称之为副品牌 所以东方正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如果它的主要的流量 是在一个员工身上 而且还不是这种 我们叫做事业合伙能的员工 只是肯定员工身上 这件事情本身就存在了很大的风险 那么这场风波 很有可能会造成几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东方正选去董尹辉花 也就是说 这个副品牌真的有可能会独立成为一个 独立的品牌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双方各自董尹辉独立 然后东方正选反投他一笔天使人投资 两个大品牌同时起来 这是第二种可能 从定位的角度来说 如果副品牌越来越大 甚至有机会超越主品牌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副品牌可能也会独立了 所以从商战的角度来看 这一切也很正常 只是没想到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所以我想 活到最后 能还是利益伟大吧 谁的利益伟大 估计可能最后就走向了何方 也有可能是一排两散 也有可能是 董尹辉和东方正选两个品牌都做大了 让我们且看且欣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